近载运通 人音有本无所剧 数音有根不动摇 大家好我是任俊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那今天呢 加卷股价指数受到欧美 欧美跟股市下跌的影响 目前盘中下跌了130点 虽然是一个下跌的格局 可是我先给各位朋友们 先看三档股票 一档呢是2409的友达 目前盘中上涨了1.74个percent 一档呢是3481的群壮 目前上涨了1.5个percent 然后呢6116的财经 目前上涨了0.42个percent 那你可以发现到说 其实他们都有个特点 就是呢股价 目前都还维持在月均线之上 所以呢今天的回档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因素 在于说他准备要换主流了 有一些旧的主流啊 他已经来到高档的时候 会有人去做一些调节的动作 可是呢当这些资金抽出来的时候 他会找新的机会来去做布局 所以呢用低买三法 你去做布局的话 你可以发现到说 指数大跌我不跌 均线向上还会上 量收回档它会继续涨 所以呢在指数大跌 它是第一个条件 当我指数下跌的过程当中 谁会是接棒的主流 那个就是最大的最大的一个重点 所以呢投资朋友不要害怕 每次大跌的时候 你不敢买股票 那等到大涨上来了 手中没有股票可以卖啊 你没有股票可以卖 你就没有钱可以算 你就没有获利的一个机会 买股票不就是低买然后高卖吗 买股票不就是要在低档 大家都不要股票的时候 轻松下去做布局的一个动作吗 那你只要掌握到主流的方向 只要掌握到下一个机会点 发生的那个时间 发生的那个族群 那基本上呢 你就能够有一个波段展示的一个机会 可是前提是 你要有克服人性贪婪跟恐惧的一个心理 当然你会很害怕就是欧洲 现在又开始出现一个封城的状况 大家都在怕 会不会又跟今年三月一样 变成一个股市大跌的一个 这种下跌的一个机会 甚至说美国股市好像看起来 又跟三月份那个走势非常的相同 但是我必须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新冠肺炎这个疫情的关系 其实已经影响了 整个全球股市一年多的时间了 在这个一年当中 其实不管是治疗的方式 不管是未来疫苗 它都准备要怎样出现了 它都有一套可以去解决的方法 甚至川普他得了新冠肺炎 五天之后他就出院了 大家都觉得说 他到底是吃到啥 哪有这么厉害 住他住那三天就好 所以慢慢的 其实大家对于治疗的方式 有了一个初步的一个 这个结果出来的时候 有一个初步治疗的方法的时候 其实这个疫情已经慢慢的 这种恐惧的心理已经会慢慢降下来 甚至说未来辉瑞疫苗的部分 它准备要上市对不对 我说十月中他会面试 现在延到十月底他要公布数据 他要公布数据 那据目前得到最新消息 他下个礼拜就要来公布了 因为他还有一些 这个资料还在统整当中 他还有一些资料还没有做完 所以会延到下个礼拜来去做一个公布 可能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所以你现在看到就是说疫情 它真的干扰整个全球股市 包括欧股它出现一个重挫 但是当它出现重挫的时候 重量起技术面它出现了什么样的讯号 这是德国法兰克福的指数 这么大的一个股票市场 它居然出现BIOS来到-9%的一个 乖离的一个空间 也就是说它已经出现极度恐慌的位置了 超级恐慌 有够害怕的 真的 这是欧股目前的状况 包括美国股市也是 道琼指数也被欧股带下来 它来到了BIOS-5.79的位置点上面 也是来到一个极度恐慌的位置 可是重点是每一次来到极度恐慌的时候 像上一次那个地方 它来到极度恐慌 就算它不是绝对的低点 它也是相对低的位置 整理一下它后来又上去了 它不就又反弹上来了吗 甚至差一点点还创历史新高了 所以重点在于节奏 当这个新冠疫苗它出来之前 有人在这个地方 就是一直给你做洗盘的一个动作 它就一直洗你 一直洗你 洗到你没有信心 洗到你不相信股市会涨 它就涨给你看 所以当你看到欧美股市在跌的时候 你其实不要害怕 台股跟欧美是完全不同的市场 台湾是台湾 欧洲是欧洲 美国是美国 我们台湾没有疫情的问题 我们台湾经济面还是非常的好 我们台湾出口数字还是非常的强 就算有疫情的时候 我们出口还是持续成长 那没有疫情的状况呢 疫苗一旦上 一旦问世的时候 那出口不就更强吗 所以当你在害怕的时候 当你觉得恐慌 当你被欧美股市给影响到的时候 请你要相信一点 疫苗它会上市 当疫苗上市所有的问题都不会是问题 同样的在这个地方 在疫苗上市之前 有一个股票市场 它出现一个很特别的讯号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主攻手 会在这个地方发生 这里是哪里呢 就是所谓的纳斯达克指数的部分 纳斯达克也是一样 昨天受到美国股市跟欧洲股市重挫 道琼指数跌下来的影响 其实它也是跌的 但是它在回跌的过程当中 它居然连9月28号的缺口 它都没有去做回补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里它展现了一个 很强的支撑力道 甚至它下挡的这个支撑力道 也都还是存在的 那目前乖离率已经来到一个 极度恐慌的位置了 那也就是说 如果纳斯达克从这里 开始去做反攻的话 那台湾的电子股 会是未来主流的方向 台湾的电子族群 会是未来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主攻手 所以不要害怕 有所本无所拒 无所本心才会慌 这个叫做人性 人性的贪婪跟恐惧 你要怎么去克服它 你要用技术分析的想法 你要知道说 怎么样去掌握到节奏 仰镖股才能够赚到行情啊 低买 你的风险可以控制 你未来的获利自然会无穷大 所以我说 你未来要留意的焦点 你未来要留意的方向 比如像说有一档个股 对不对 居然纳斯达克 他是未来的主攻手 那这一档标的 你一定不能放过他 因为你一旦错过了 你一旦错过了 这个极度恐慌的买点 那未来我不知道 还有没有机会 那你当时每一次像台积电的部分 每一次他来到极度恐慌的时候 我都跟你讲说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不对 极度恐慌在哪里出现 当我的BIOS 他已经来到负二以下的时候 通常都是这一档股票 最好去布局的时机 通常每一次来到极度恐慌的时候 都是最好布局的时机 所以我的趋势不断的往上去做上升 但是我的股价来回的去做震荡整理 每一次来到极度恐慌你下去买 每一次来到极度恐慌你下去买 后面都有高点可以让你赚 这个就是低买的一个做法 强势股买短线上落势时 所以我昨天在尾盘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什么 你要注意今天的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BIOS已经来到哪里 -2.47% -2.37% 那以过去的数据来看 之前的低点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BIOS 他已经来到一个极度恐慌位置的时候 我的这里的买点 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 自然会无穷大 那如果他再往上去攻 他要再到一个极度乐观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直接创历史新高了 他可能就上去创历史新高了 因为你从他的整体的股价趋势来看 这里是一条上升趋势线 对不对 我的低点 两个低点连起来 它是一个上升趋势 所以这我的台积电来讲 目前为止它回到了哪里 上升趋势线的轨道这边了嘛 所以它这里就是它一个强力的支撑 配合我现在的BIOS指标 来到一个极度恐慌的位置 那当然这是一个很合理 很好去一个布局的一个地方 那台股就是因为有台积电的关系 它就是因为有我们的护国神山守住了 那我们的护国神山 它可以抵抗市场上的利空 它可以抵抗市场上 很多不安定的因素的时候 台股未来会走得比欧洲走得比美国 还要来得更加的强悍 甚至它也会带动整个纳斯达克的指数 开始展开一波强攻的一个格局 所以回档的时候指数下跌 我不跌 均线向上还会上 量缩回档它会继续涨 你要用低买三法的方式 你要去找到未来的主流 甚至有一些过去的主流 你要把它抛开 每两个月它就换一批 每两个月它就换一批 你仔细的去观察 三四月份涨的叫做口罩 五六月份涨的叫做生机 七八月份涨的叫做PCB 到九月十月份涨的叫做太阳冷 是不是每两个月 就有一波的主流 可以让你去做布局的动作 甚至可以让你赚钱 但是那个主流的买点在哪里 它都是在指数大跌的时候 当指数大跌它能够不跌 甚至它的均线还是往上扬的 它的均线还在往上走的时候 它会持续的往上去做攻击的动作 所以最好的买点就是在量缩回档 量缩回档它会继续涨 包括最近很简单 你就看九月十月的时候 当我的加权股价指数 在这一波下跌 9月10月13021 跌到这个12144这个地方 这一波下跌谁先攻击 有一些个股它逆势强于大盘 包括6477的安吉 它是不是不一样 大盘在跌 可是它是率先站回去均线支障 后面均线翻扬 就直接一波的总攻击 就直接一波往上带了 所以包括2406 这一档国硕也是一样 指数在跌的时候 同一个时间点 它还是维持在均线支上的 那我均线向上它还会上 量缩回档有没有 量缩回档它未来会继续涨 那我当然 9月10月我没有做到这一波的主流 所以我跟你讲说 像这种太阳人的股票 我不会再去接了 我也不会再去追了 但是新的主流发生的时候 新的主流它出现的时候 在这个指数大跌的时候 我就要开始去做布局的动作 那我现在已经看到了 包括了 我跟你讲了 川普胜选 它的概念股里面 有一些机会点 它会慢慢的发生当中 它会后面呢 它会悄悄的 悄悄的展开它的公式 只是呢 最好的买点就是在回档的时候 就是在大家不要股票的时候 所以呢 有哪一些族局 有哪一些机会 待会广告回来继续再讲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旺鼓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坊间各式各样的课程 不论是投资 或者是投机的一大堆 你根本无从选择哦 甚至会盲目的跟担 大部分的人甚至会怀疑 在股市中获利 必须先学会一大堆 看不懂的线形图表 需要分析大量的财报数据 甚至还会担心遇到内线交易 股市被财团外资操控 散户只有被坑杀的份 吓得不敢进场做投资 我将我过去的经验 以及国家认证的专业分析 整理一套最简单 最有效率的系统 并利用孙子兵法当中 道、天、地、将、法 之间的哲理 告诉你外资法人 他们所不敢说的秘密 你会发现 这将巧妙的反映在股市的生态当中 股市运作的原理 只要掌握其中顺势而为 学会这套技巧 股市对你来说 是一个源源不绝的巨宝盆 小资理财也会变得非常容易哦 你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加入我们吧 我也需要喘口气啊 我快撑我下去了 1966 我是个案管理师 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 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尔会需要储材 建议您可以使用 喘息服务 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 200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 我不在的时候 妈妈没有人照顾 真的很棒耶 谢谢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任俊 在11点到11点半 到陪大家一起看盘 那目前呢 加权股价指数盘中下跌了140点 还是维持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格局当中 但是指数回档其实你不用太担心 因为会有新的主流 下去做一个接棒的动作 那用低买三法的方式呢 通常你要看到主流的话 一定是指数大跌的时候 指数大跌我不跌 均线向上还会上 量缩回档它会继续涨 所以指数大跌是你判断个股强弱 最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我为什么在七八月份的时候 我们现在预判到了PCB 它会成为市场上的主流趋势 甚至说在五六月份的时候 我告诉你说合一 生计这档标的 它会成为市场上面的主流方向 我在讲这些股票的时候 没有人相信 都没有人相信了 可是后面证实 我们的看法都是对的 都是证明说 我们当时所布局的时机点 所买的那个位置点上面 都是对的嘛 所以你看在八月六号的时候 当时八月五号的时候 我先预告大家一件事情 我说这支股票我要买 但是我要等它回档 指数下跌我不跌 量缩回档它会继续涨 对不对 重点是量占比从70来到35 这一边的大量告诉我 这一档股票有人在偷买 有人在做布局的动作 所以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房 强势股回档的时候站在买房 所以我在买它的时候 它是跌的 它是落下的 42.1元市价买进42块钱成交 2368的金像店 所以当它回档的时候 我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才会无穷大 那它什么时候开始发动 8月10号的时候先小涨一下 涨个3.56% 我说这才刚开始而已 你不要急 因为当指数下跌的时候 它能够逆势抗跌 指数重挫113点 它逆势涨了0.57% 再创一个波段的新高 我给大家一个结论 大盘大跌它不跌 大盘大涨它会喷 它会喷 所以隔天指数一样跌了109点 一样大跌109点 两天跌掉了多少 跌掉了200点嘛 那重点是这张股票 8月12号亮灯涨停板 从当时开始我就告诉你 指数大跌我不跌 均线向上还会上量缩回档 它会继续涨 所以主流趋势明确之后 它开始 它的什么 波段上涨之旅 所以即使遇到大盘跌 它一样是强的 一直到8月13号 再创一个波段的新高 5天涨了24%对不对 8月14号还在创新高 到8月18号的时候 还在创新高 到8月21号的时候 还在创新高 到8月18号的时候 我告诉你 这一个波段上来 就已经涨了33%了 8天的时间而已嘛 那我说我什么时候卖掉 主流在改变的时候 9月7号我说主流要换了嘛 卖掉啊 53.6元市价出清啊 所以有买有卖啊 资金抽回来 再去找下一个机会点 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那很多人看到的金像店涨 不敢去买对不对 买错时机点 他并没有买在他上升的趋势当中 而是买在他回档的趋势当中 那你接下来 你就可以看到啊 2368的金像店 从我卖掉之后 它确实有在小反弹一下下 小反弹一下下 可是重点是 当我的趋势改变了 就算他只是反弹 就算他有涨 他也只是一个小反弹而已嘛 所以最好的买点在哪里 8月份的时候啊 均线向上还会上 量缩回档继续涨 指数大跌 它都没有跌啊 所以我要掌握的 就是这一段一段的行情 每一次啊 下一个什么主流 它要浮现的时候 它都会有一些讯号 可是最重要的一个讯号 就是在指数下跌的时候 当指数回档的过程当中 它能够逆势抗点 它才有办法成为市场上的焦点 它才有办法成为市场上的主流趋势啊 那这里面的条件 都要把它掌握好啊 所以我说 很多投资朋友在看美国股市 在看欧洲股市 觉得说 未来会复制三月份的模式 它会怎样又怎样的 起人忧天 想太多了 真的想太多了 就是主流在一个转变的过程嘛 那同样的 当你在不对的时间点你去买它 真的好的工资 也有可能被你玩坏掉啊 比如像后面你就看到了 外资它在喊星星跟南电 在去做减码的动作 那趋势改变了啊 它已经在高档卖完了 同样的 它现在喊减码 对它来讲都没有差 它都没有关系 所以你说PCB的主流 最好的买点在哪里 也不过是这一段啊 八月份的时候嘛 七八月份涨的就是所谓的PCB的族群啊 可是当我的主流在做改变 它没有马上挂掉哦 可是它却怎样 涨不动了 它就涨不动了 所以很多投资朋友是这个时候才去做布局的 而不是在低档的时候下去买的 这个是中间的差异别啊 差异别在这个地方啊 所以呢 我说现在行情回档 指数回档 我觉得很好啊 有一些个股它能够逆势抗跌 未来就是市场上的主流趋势啊 那现在你大家会担心还有一件事情嘛 除了欧美疫情的影响 还有美国总统大选的关系 很多人在压拜登会当选 但是我说我压谁都不重要 重点是我的风险性怎么去做控制啊 所以呢 拜登不管拜登会不会当选 或川普会不会当选 这里面都有对应的股票 他们都有对应的股票 拜登当选的话 环保航运的族群他会先动 川普当选的话 包括有一些未来的LED LCD的记忆体族群 他们都会有怎样 他们都会有买盘 因为未来川普他要再打中国大陆 这个中国大陆的部分 他锁定了双低的族群 一个叫做记忆体 一个叫做LCD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说 最近在面板的族群方面 有一些资金开始去做流入 有一些资金开始 有买盘下去做进驻的迹象 所以当面板产业 开始出现一个亏转盈的时候 就很像太阳能一样 太阳能他其实没有赚钱 你看国座他有赚钱 国座他其实都是亏损的 可是股价为什么会动 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上来涨了一倍 你看他的EPS 这只是烂到一个爆炸 第二季还亏了2.92块 第二季还是亏损的状态 可是股价他先做反应了 从低点9块钱涨到28块钱 这样子涨了快三倍 这是主流他强的地方 他厉害的地方 但是你从财报上面 你看不出来他会涨 因为有人早就预期到一件事情 他未来会亏转盈 他未来营收获利爆发的情况下 他有赚钱的机会 当他从亏转盈 当拜登当选的时候 有一波热炒的题材 当然有人先下去做布局的动作 可是也要提醒大家 主流他要改变了 现在太阳人的族群 已经不会是焦点 已经不会是方向了 因为拜登如果胜选 太阳人族群可能会从 高档开始做回落 力多出境 那同样的 如果今天川普不小心当选了 不可以离开他晒到 刚好给他做美国再连任一次的话 对中国打压的力道 再加强 那台湾这两个产业 就会有很大的转单机会 所以我说 我看好的就是像这个 资金他已经开始 在去做布局的动作 量占比从100来到16 MACD由负值转为正值 每股净值22块钱 便宜啊 修啊 那我说我买在10块钱左右 我向下空间有限 我未来向上获利无穷 那如果他是一个亏转赢的状态 那我股价直接先回到哪里 先回到净值就好了 我不用多 我回净值 我回净值你知道他的差异别就有多大了吗 空间就有拉开了嘛 就有很大的空间了嘛 所以我说 像类似这样的标的才会是我想买的 因为他还在低档 当我的低档开始有资金 才去做布局的动作 当我的低档开始均线转回翻扬向上 就跟葛兰碧八大法则一样 当我的均线由下弯开始转回上扬 有没有 开始转回上扬 那我会进入一个出身段的行情 进入一个主身段的行情 所以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 你只要买的点位都是对的 你们买的方向点位都是对的 你向下空间有限 你未来向上获利会无穷打 所以指数跌下来的过程当中 是很多个股去测试它底部 最好的一个机会点 操作上面不要用心情去看 不要看着美国股市涨跌 然后就影响到你操作的信心 有所本无所拒 无所本心才会慌 这个就是人性 人性的贪婪跟恐惧 你要想办法去把它克服 养标股才能够赚到行情 买骑掌不要去用追掌的动作 找不到方向的 可信派勒 对我走 我们当座 来打拼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现在上YouTube 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运达投资 核心操盘团队 同志您不再旺度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坊间各式各样的课程 不论是投资 或者是投机的一大堆 你根本无从选择 甚至会盲目地跟担 大部分的人甚至会怀疑 在股市中获利 必须先学会一大堆 看不懂的线性图表 需要分析大量的财报数据 甚至还会担心遇到内线交易 股市被财团外资操控 散户只有被坑杀的份 吓得不敢进场做投资 我将我过去的经验 以及国家认证的专业分析 整理一套最简单 最有效率的系统 并利用孙子兵法当中 道、天、地、将、法 之间的哲理 告诉你外资法人 他们所不敢说的秘密 你会发现 这将巧妙的反映在 股市的生态当中 股市运作的原理 只要掌握其中顺势而为 学会这套技巧 股市对你来说 是一个源源不绝的聚保盆 小资理财也会变得非常容易哦 你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加入我们吧 大家好 我是指挥中心 专家社组委员 李平云一新 五行悉养的因为 幽默 跟职修来传练 做好事 就可以有好感觉传练的风险 要是 一般